30棟最特價的價錢是多少 五千元 五千元一個方 跟我們買這個單位 我們一樣會送回車位給大家 沒錯 我們整個車庫從33棟一直通過 30棟即是連通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時間是9月5日 成哥今天我們來到維港灣十嶺銀灘五期 目前最便宜的一棟 30棟對不對 亦是我們整個維港灣最後一排的住宅 我們現在整個維港灣是整個最後邊 即是全部封頂 說說我們鐵樓 我們這期30棟最特價的價錢是多少 五千元 五千元一個方 以前我們拍的那些 35、36都差不多到667左右 這個五千很划算 何時交樓 明年5月30日 有甚麼面積可以選擇呢 有89方 三房一位 沒錯 還有97方 三房兩位 是 即是比較適合住家或度假用的那種 沒錯 我們現在看回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身後這棟就是30棟 我們這個平台一共有30棟 這裏是31 這裏是32 這裏是33 行過黃色這裏就是之前我們暫時小區比較便宜的 就是35、36棟 即是我們這個平台一共四棟 是嗎? 亦是我們現在站在這裏就是整個33棟到30棟的其中一個花園來源 是 亦是叫做 沒錯 我們看一看 其實這個平台也比較大 是 我們到時上來 那個地方就是停車庫位置 那個是車庫的入口 是 即是我們上來那裏有條路是車庫 即是車可以開到上來這個位置 沒錯 每一棟都是連通的車庫 沒錯 我們整個30棟除了封頂之餘 整個外立面基本上都是員工的 就是差一些內部的裝修和消防 那些行走流程再製造這個綠化 是嗎? 可以交到樓 明年5月30號交樓 我們到時在這裏屬於 我們十里銀撻五期最頂峰 買東西到時會不會很不方便 如果你說買一些 大件一點的東西 譬如齊存一點的東西 可能要出去外面 維港超市 如果你說日常買一些零食 或者生活用品急需的東西 就是這個位置 油鹽漸出 油鹽醬醋 應該是在這裏 都可以買到 即是這個位置設計是做便利店的 便利店 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30棟 即是最邊緣位 最邊緣位的話 它又會比31、32棟更好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是邊緣位的話 它那個花園又會比其他洞會寬一點 是嗎? 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面前對出來的就是01單位 01、89方 02、89方 還有左手邊有一個03 也是89方 這三個單位就不參加特價 是 因為這三個單位發展商就沒有參加特價優惠 說回我們的特價優惠是04號房 05、06 面積都是89和97方 是 明年5月底交納 從我們的三樓起步到頂樓為止 即是可選的樓層 有得選擇 價錢的區位不太大 最高的都是5000到5500元 5000到5500元一個方 據說我們銷售介紹的就是25樓 這樣開始看出的景觀就很漂亮 即是你上到25樓的情況之下 你對著前面那些基本上都擋不了你 因為本身我們的地勢又高一點 是 這樣的情況 我們頂樓是多少樓 34樓 頂樓是34樓 25、27、8樓都可以 或者30樓都可以 但是特價時間是有限的 因為它好像是一個月內 而且如果你對的話 你要三天內付齊錢 但是可以分期 但是三天內付齊首付才對 我們發展商就是這樣 即是四五六樓房這個特價是 給你半個月的周轉的時間 即是要一次性付款 這樣我們特價參與的時間 限一個月內 首先要付一筆三成的 譬如50萬要付15萬 剩下35萬可以分期六期 最長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我們今天就剛收到特價單位 我們第一條影片 現在是下午12時半左右 茂冒著烈日 帶著拍特價單位給觀眾 有興趣的就在持續聯繫我們 如果跟我們買這個單位 我們一樣會送回車位給大家 沒錯 車位就是地下車庫 負一負二層 我們稍後補回鏡頭給大家 我們來到現在30棟樓下的車庫 同樣是跟我們購買贈送的車位 寬度高度有多少 我們現在有拉尺 我們要量度高度的車位給大家看看 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整個車庫 這些車庫都很通風 現在這裡是30棟樓下的 現在整體的消防管道 通風系統 全部都在這裡搞定了 但是做了一部份 還未完全去搞定了 但是我們在車庫都會非常通風 不像其他車庫會否比較暗 或者是說一些通風效果沒有 我們整個車庫從這個33棟 一直通過來這裡 30棟 即是連通的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剛剛的 30棟出來的車庫的位置 30棟的升降機位 以及樓梯都在那個位置 同樣我們現在特價單位也是30棟 亦會送回車庫給大家 其他動數就沒有什麼參加 我們現在量度這個位置是三個車位 因為地面還未滑線 我們一下子就量不到一個車位是多長、多闊 這裡就是7米200 給鏡頭影影 鏡頭看看7米200這個闊度 Andy 這個長度 我們是貼長體量度出來的 我們車位還要留一點空隙 實際你一個車位的闊度應該是2米多 夠了,2米多足夠 車頭也是 反正加上鏡頭的話 車頭也不夠2米 是的,因為那個闊度 不是加上頂的闊度 我們量度,為何會量度到長貼長呢 因為這樣才量度真一點 譬如給觀眾不要誤解車位 去到這個三個車位7米多 是的 現在這個是 長度 深度 深度 它一般都會差不多到這裏 5米5、6米 是 如果一般車頭是放在這裏 但我們要留一點空隙 你怎樣都要有5米多 深度 5米多 是的 我量度高度 因為有些觀眾的車比較高 特別是我們要量度7人的房車 和雨野車、山地車 這個高度比較高 量度高度 量度高度 好嗎 量度高度 要量度低一點 因為量度高度 這邊是沒有裝騰的 因為這邊是有消防水管 然後留一點空隙 就是嗎 是 所以兩個4米地 мотря 相近一半 兩米4ء 有 你是否需要有的? 是的 我們這個車位,總體來說是比較通風 這一邊是會有一個通風效果 如果鏡頭這一邊或者後邊那一排 就肯定不會有太大的光線 可能會比較差 但同樣我們發展商是做通風管道的 這個就是我們負一樓的車庫的情況 我們上去看看那些單位吧 好的,我們上去看看